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古色古香 那么今天呢 我在车里面发现有这么一个茶几的图片啊 要说这样的模型的话,其实也相对简单 我们来试一下啊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用一个圆形来试做到这样的一个结构 下面是圆的,然后上面是向尖起来的 好,我们在顶字读 给它送进一个九底啊 三十二段啊 那么,搭的半径给个两百 给个两百的半径 然后呢,我看一下啊 它下面缺少了一段 然后上面从这个位置也缺少一段啊 我们大概的啊,把它搭线掉 然后呢,下面大概是这个位置啊 从这个位置开始,我们把它删除掉 删除掉之后呢 上面的话应该也是从这个位置 删除掉啊 OK 像之后呢,呃,我们复制一个出来 复制一个出来 然后选择搭 然后选择搭 选择这边 跟这边 隔一点 选一点啊 然后环形选择 环形选择之后呢 给它搭线掉啊 右键这里有个搭线 让它变成一个长方体 然后选择上面这个边 给它摄氏流下 这个里面有个摄氏流 点击一下摄氏流 我一般用快价啊 好 这样之后呢 摄氏流边也给它摄氏流下 选择这边 要再点击一下它 OK 好 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吧 好 然后 我们给它拉过来 对齐到吃鲜的这个模型 因为它变形了 对齐到这个模型的中心 要选择所有顶点啊 添加一个Fd3x3 要选择中间的控制点 在顶制度 对它进行一个说法 让它跟之前的模型差不多 OK 然后把它搭线掉啊 上面这里还差一点点 那么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长方体 给高度的分段 给高度的分段 再来一点啊 好 差不多 然后选择上面的控制点 跟这里的控制点 再给它顶制度 出放一下 然后选择这个控制点 跟这个控制点 上面的控制点 再做放一下 在这里出放 好 然后选择这个控制点 再给它出放一点点 要的跟吃咸的模型稍微比备一下啊 OK 然后再到这个控制点 看一下啊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了 然后把它搭线掉 OK 搭线掉之后呢 把它放到世界坐标的中心 好 然后选择所有的面啊 选择所有的面 给它插入一下啊 插入一个面 这里用多边形的模式啊 好 大概是这么多吧 再来一次啊 这一次呢 是插入这么多 好 然后呢 添加一个推力啊 添加一个推力 往里面推 对吧 往里面推之后呢 可能还不够啊 好 然后呢 再给它插入一次啊 啊 先把它搭线为可变的问题 然后呢 再选择这个面 再来插入一次 然后把它搭线掉啊 OK 然后呢 选择这 这边 跟这边 好 这边 这边 这样 这边 利用一个相似选择 相似选择之后呢 再点击一下这个测试流 OK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涡泥密码 看一下效果 给两次啊 好 到上面就有了这种 冷角的效果 对吧 好 然后上面 跟底部 选择边界啊 选择下面的边界 按着西伏键啊 按着西伏键往下拉 好 好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缩放 好 缩放之后呢 封掉这个口 这里面有个封口的命令 选择搭 给它插入一次啊 好 再来插入一次 然后把它搭线掉 OK 然后拆到上面 选择的边界 按着西伏键往上多出来 好 再给它出发一下啊 好 然后呢 先西伏键往上拉 大概 大概这么多吧 要在顶制度 或者直接在这个制度 对它进行一个缩放 让它变小一些 然后从间再连接一个边 再对它进行一个缩放 然后把它往下拉 大概拉到这里 再缩放一下 好 然后选中这边的状态下啊 直接给它一个斜角 好 好 大概 拉到 拉这么高吧 要选择给它一些分段啊 给个十二点边的分段就行了 然后呢 按更做键 简简上面呢 按更做键 移除到这边 OK 好 好 这样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再给它一个沃里面滑 哎 这个 这个造型是不是出来了 来 看 看看啊 跟这个 啊 我们的可能 这个 杀机的 上面这里 可能有点长啊 可以稍微拉短一些 大概到这里吧 好 然后啊 选择这边界给它封口 要选择上面这个面给它插右一次 搭线掉 选择上面的边 给它切一下脚 切好量可以不用那么大 稍微有一丁点就行了 好 好 然后这里再连一个边 卡住上面这个边 OK 好 然后呢 再给它一个原处底 画一个原处底 呃 这个原处底呢 可以 给个600 然后呢 这里高度 给个20 高度分段给个1 然后 这个边数呢 直接给个64的边 让它光滑一些 然后呢 端面分段给2 把它拉上来 放到这里 呃 我们说这个比例好像 在带薄了啊 这里给个30 差不多了啊 然后把它搭线掉 啊 这个太大了 上面的这个太大 给个400 400可能都有点大 给个300 半斤给个300 然后呢 厚度给个20 啊 300又有点小 好 都350 好 这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搭线掉啊 直接选择上面 这边跟这边 给它切一下脚就可以了 所以给个3 下面给个4 全 然后把中间的这 把中间这两个边环琴选择 给它移除掉啊 现在大致多余了 所以把它移除掉 你要选择所有的面 啊 拉到这边 一般我用快语借耳术 清除全部的光好处 再给一个光好处 OK 然后下面这个呢 给个我来 就搞定了 啊 现在这个 跟我们这个三个度 应该是差不多了吧 也就是这样的错的 好吧 啊 啊 那么这个呢 这个叫什么呢 就说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